字幕acteriu.com 曲 李宗盛 离好似多� responds cuent 離好似多豆腔的原因點 從來就是好似多就是交通塞車之後 不管是現在他還是沒有塞車 可是本來本來凹 在疫情期間 疫情之前 我已經講過N百遍對不對 好似多就是一個 險物設施 因為大家會去好士多 所以會塞車 像台中的北屯的好士多 還有一條特殊的動線 你還不能夠 隨心所欲的想左轉就左轉 你必須跟著他的動線來走 這是莫名其妙 是違背人權 可是人車就這麼多 那好士多如果今天成為群聚之首 那你就很害怕 對不對 所以離好士多動線遠一點 是你在疫情學到的這一點 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話 拜託 好士多開車就可以到 不用住在動線上面 所以北屯的房子 真的最近不太敢講話 不然最近沒有什麼車 所以他們最近應該比較舒服一點 等到疫情結束之後 車草要出來你就知道更痛苦 樓下是全聯加勒服沒有比較好 因為現在加勒服很多那個 頂考也變加勒服Express 所以全聯跟加勒服沒有比較好 除了是疫情之外 因為疫情人會去那邊消費 所以你會擔心 你家樓下又成為了一個疫情的毒窟 的確是如此 那疫情過後呢 你家樓下成為 漲狼老鼠的最愛 因為有賣生鮮有處理生鮮 只要有生鮮 漲狼老鼠就特別的多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油屋也特別的多 只要是處理生鮮的話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有些社區啊 當初樓下有加勒服的時候 我就跟你們講過 拜託啊 那個 他那個污水草真的是噁爛 我去看過一個社區就這樣 超鵝爛 然後那個水溝啊 油油膩膩的都有海鮮 因為他 加勒服會處理一些海鮮嘛 你什麼魚塞隔一根 往哪裡排 下水道啊 往化分子排啊 沒辦法 污水草排啊 流出來的東西 沒有比較好 就是爛的意思 我沒有說權力加工不安 因為他們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 再處理生鮮給我 可是如果就於居家選擇 真的沒有比較好 自己要想辦法 不要說樓下權力就比較爽 沒有這回事 醫院不是利多設施 在房地 醫院是必須設施 但是在房地產 他絕對不是利多設施 這一點我想你們現在都懂 一年前講很久 你們還是照買 然後現在你們都懂 醫院不是利多 所以土城不是利多 甚至馬街旁邊 都沒有什麼住宅 那馬街旁邊住宅都很舊 然後馬街旁邊的那個住宅 不管是豪宅還是一般宅 價格都會跌 與市場要有距離 現在你知道嘛 市場很毒啊 以前呢 在不毒的時候 市場很髒亂 髒亂老鼠特別多啊 你知道嗎 我家旁邊那個黃蚊市場 超乾淨現在 因為整天在消毒 所以沒有什麼髒亂老鼠 在以前呢 難免嘛 怎麼可能沒有髒亂老鼠 怎麼可能沒有咧 一定有的啊 所以那個 縱使里長怎麼清削 還是有 因為你就是有菜 肉在那邊 就是這種 味道特別重 就會吸引所有的 髒亂老鼠過來 所以市場要有距離 拜託 現在你知道嘛 想到市場就有點害怕對不對 住家社區不能複雜 什麼 一棟住宅啊 一棟一般事務所耶 這種社區 以前我跟妳講不值錢 因為社區容易亂 現在妳知道容易亂了吧 因為外人進來他要去辦公 外人進來是亂 然後亂就有可能會中獎 然後增加妳家人的負擔 妳怎麼不能說 A棟住屋不能到B棟 哪有這種事情 不可能嘛 妳不可能限制動一動 整個走來走去嘛 那 A棟住屋不能用B棟的公共設施 如果是公共的話 怎麼可能會限制呢 限制不了對不對 好 非法民宿不該出現 就是很多社區啊 什麼宜蘭啊 花東啊 或者什麼新竹啊 都有一些 像這個就是這樣子 一個集合式住宅 居然出現好幾棟的民宿 當然這民宿是違法 因為民宿怎麼可以設置在住宅區呢 一定不行 但如果它是合法民宿的話 還要接 它如果是集合式社區 還要接受到管委會的管制嘛 那 結果社區是這樣 一片社區之中有幾棟的 我們不管有沒有合法 可是妳今天去 遊客 妳要去住這個民宿 妳是不是在樓上 妳會不會樓下唱歌聊天 會 抽煙 會 喝酒 搞不好 天氣這麼熱 那個戶外喝個酒很爽對不對 那寧靜度的社區 就會被破壞 妳就不爽 然後這個社區房價就會大跌 因為有人開民宿啊 所以 非法民宿不該出現 所以像高雄的八五大樓 高雄八五大樓上的民宿都是非法的 然後現在開始 賣的賣 倒的倒 因為沒有人去嘛 然後 好像兩百萬套房 隨便買的買得到 不過呢 兩百萬我覺得還是有點貴啦 因為 八五 兩百萬 也太貴了吧 高雄對於八五大樓一瓶十萬塊差不多 那如果是十二瓶那是一百二十萬而已 十五瓶就一百五十萬而已啊 裝潢能值多少呢 所以未來 非法民宿大概就四文 縱使疫情結束呢 大家比較不想進出非法民宿 因為 非法民宿比較髒啊 然後疫情不會徹底結束的 當然所以像天花一樣過了很多這樣的日子 然後就真的不見了 否則 疫情是漸漸淡去的 然後在淡去的大概三五年的時間 大概非法民宿 因為比較髒 比較不消毒徹底 大家比較不敢去住 現行實價登錄 門牌以三稍微區間 有間成交三十二萬 是哪一間 不用猜 就是這一間 永慶實價登錄3.0 門牌完整接了 看得到門牌 才是真實價登錄 房價真透明 永慶實價登錄3.0 最新影片都在好凡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